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余生压相抵两年多,为何说现在播出才是天时地利的好时机? 肖战自2016年首次涉足影视剧行业以来,搭档过的女主有王玉文、李沁、孟美琪、吴轩宜等 但有CP感的似乎找不出来 《超星星学员》这部《知识和儿童观看》的胡剧就不说了 原著很有爱的唐三于小五,在剧版《斗罗大陆》被演的一塌糊涂 女主吴轩宜夸张作作,实在糟蹋了小五这个角色 男主肖战演技稚嫩,表现也不佳 同位女团出身的孟美琪,也没能在影版朱仙里演出必摇的鲜明特色来 人设、演技、剧情,全方位拉胯 总而言之,这部电影是连粉丝都没法吹捧的程度 喜获第一十一届金扫帚奖三个奖项 《狼殿下》的演员定位,时常让我感到恍惚 李沁饰演的女主为什么放着完美的集冲不要 偏要选择360度全死角的野生男主角博王 偶像剧自然是要看男女主双方颜值的 一方拖后腿,便很难有CP感 如果再加上演技拉胯,那就更完蛋 压相抵两年多财播,却是最好时机 这两年被各种低成本粗制偶像剧图读后,压了好久的余生 《请多指教》终于播出了 其实这部剧开机的时间非常早 2019年8月开机,那时候正是陈情令余热未消之时 所以2020年1月的头条盛典上,肖战杨子这边有心想宣发余生 又还存有估计两人拉开了一段距离就座 在2019年底这部剧就拍摄完成了 参加盛典时正是两个人杀青后,关系非常好的时期 但野的碍于陈情令的热度始终保持着距离 现在想想是不是又尴尬又好笑 没想到这部剧因为各种原因一拖再拖 直到2022年3月份才开播 从演员发展的时间线来讲 莫军仍然认为这部剧出现的实际是天时地利人和 无论是渔情环境,演员的颜值适配度还是演技各方面,都恰到好处 肖战经过了多年的磨练,从演技到气质都上升了一个台阶 气质沉稳了许多,演技也不再稚嫩青涩 杨子童星出道不缺经验,长大后尝试了各种类型的偶像剧女主 在余生之前已经成功塑造过多个爆款角色 例如锦觅,陆雪奇,白夭夭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余生,请多指教是2019年的肖战和杨子 也是他们颜值的巅峰时期 对于肖战来讲,正是人生得意状态最好的时期 侄女和侄男的甜甜爱情 杨子在余生,请多指教里饰演的是一位教师家庭的独生女林之校 性格开朗,天真,还有一些成长的烦恼 例如她的理想和爸爸的理想产生了冲突 女儿想做大提琴手,爸爸想让她读博考研留校做教师 可一切冲突在爸爸被诊断胃癌症时变得微不足道 肖战在这部剧里饰演的是消化病中心外科主刀医生顾卫,在是否继续参与临床手术的抉择面前苦恼了很久 她的心结来自于上一次的手术案例 顾未坚持自己的方案给导师做手术,结果导师没能挺过术后出血 她自责,悔恨,把导师的去世归结于自己的方案错误 男女主的相遇,等源自于一场酒吧的乌龙邂逅 但进一步的接触,还是在林之校父亲患病之后的检查过程 顾未秉着医生的责任心,坚持让病人复查,才确诊胃癌症 故事并不复杂,甚至就像我们身边的平凡小事一样 好看的地方在于两个人的CP感非常强 看着林之校无意识的可爱豁达,一步一步攻破顾未的心房 就忍不住露出乙母校 对女生从来都没有兴趣的顾未,竟然先一步陷入爱情的泥沼 而对方却毫无察觉,只把她当成之心朋友一样看待 天知道你一个碰肩,一个牵手,给顾未的心灵造成多大的暴击 顾未却还要忍住自己的激动,装作没事人一般泰然自若 为了透露心意,顾未放弃了自己的洁癖 拒绝了女同事的蛋糕分享,就差在自己脸上写着 我是单身的,我是清白的 我们可以谈恋爱吗? 林之校也经常莫名其妙地吃醋 全然不知自己也陷入了爱情 所以后面两个人的CP甜度有多高呢? 完全可以继续期待 杨子的哭戏,肖战的眼神 前不久杨子的哭戏上了热搜 就演技天赋来讲,她确实是新生代理最具潜能的女演员之一 在寻找落跑老爸的那场戏里 杨子在车上哭着自言自语 林建国,你再赶跑一次,我就把你的腿给打断 把那种又生气又心疼的情绪,通过细腻的哭戏表达了出来 话说,杨子的哭戏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 不能说演技炸链,但你可以永远相信她对角色的共情能力 在这场戏里,肖战饰演的顾卫则担心地看着她,欲言又止 最后轻轻捏住了她的手腕表示自己的支持 随后意识到了什么,马上手足无措地掩饰自己的失态 这些细微表情做得十分到位,让观众体会到了她小鹿乱撞的心情 由于顾卫的职业是医生,很多场景里都戴着口罩,因此眼神细材格外的重要 在医院给林芝笑把脉的时候,从毫无波澜的眼神 一部情节不算跌宕的偶像剧,因为这些互动小细节,才变得格外有趣 能够吸引观众沉浸于两个人的甜蜜试探,而期待后面的剧情 所以你有没有被职男职女的互动给苏道呢?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谢谢大家